其实大家都是知道的,明星平时都是非常忙的,又是拍戏,又是接广告,又是出席活动等等,根本无暇顾及。 所以他们身边都会有一个助理,来帮他们分忧,而且还是经常跟在明星身边的,但是有很多网友就发现,有些明星的助理简直是要颜值逆星啊,都可以自己出道了。 赵丽颖的助理后援员,相信大家也是不陌生的,她可是经常跟随赵丽颖征战沙场的,虽然胖了,但是颜值可不低,站在赵丽颖的身边完全就是强劲,让人想不注意都难了。 如今异样千玺的助理可是大红人啊,每次异样千玺出现在机场,都会看到她的助理跟在身旁,她的助理就是霸气的胖骨,她的身份可不只是助理,更是粉丝数高达77万的网络红人,人气可是非常高的,而且千玺和胖骨的关系,好的就像朋友一样,千玺举办演唱会的时候,还有粉丝拿着胖骨的灯盘,这可是非常少见的吧,其微的助理颜值也很高, 单纯看七微和助理的这张照片,你可能觉色这是个帅气的男孩子,其实不是的,人家可是个弟弟道道的女孩子,因为酷似李一峰,所以又被称为女版李一峰,真是太像的,只能说七微真是太有眼光了,果然是七个,挑助理都是男生的模样,走在机场,看美女就看七微,看帅哥那就看她的助理了, 估计李一峰知道后,都想见一见的吧,乌鑫现在的衣品,真是越来越好了,也参加了不少的时装周,不过乌鑫身边的这个女孩子长得眉清目秀的,原来是乌鑫的助理,和她的助理一比,乌鑫又被压下去了,乌鑫的助理不说话,也能成功的抢镜呢,看来找一个颜值高的助理,还是要慎重了, 说起沈月,大家也是不陌生的吧,去年凭借网剧至我们单纯的小美好大伙后,她的助理也曝光了,网友们都惊呼,这也是个颜值很高的小姐姐,而且气质出众,和沈月在一起合照,真是把沈月都实力碾压了呢,这个助理和沈月在一起拍照的时候也是很抢镜,怎么感觉沈月更像是助理呢,因此网友们也没少调侃沈月,她才是她助理的小跟班吧,网友们,这么多的明星助理, 你们click哪位助理呢,反全声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